非常地开心吧 因为我们大家就是奔着这个遗憾去的 因为我们去我们上一届 因为就是丢失了这枚金牌 我们大家都非常地不甘心 然后这一届又是在我们家门口 我们就势必要把这枚金牌拿下 其实那一下子下来的时候 是整个对于今年的一种 胶带的压力的示范吧 就是今年也是对我教练的 对我师父的一种反馈 我跟他的约定完成了 所以我对于那一下 我就感觉整个人都放松下来了 因为今年的一年特别的难 伤病不断地折磨我 然后加上心理的打击 就是我以为我再度就觉得我自己不行了 每晚都在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 就只能到此为止 当时每当这么想的时候 想到跟教练约定 我觉得他是一直相信我的那个人 我们以前也从跌入谷底 然后再爬起来 我相信我自己也可以再次从谷底 爬到高分 所以说我就是用这种信念坚持到了现在 我觉得是一个正能量的体现吧 因为哪吒有句话就是 我命由我不由天 我觉得特别适合我今年的情景 因为我今年确实遭遇了很多嘛 然后但是我还是依然不服输 依然相信我自己 但是我其实真的不能在每一下 但我 到iven surface 你知道吗 一定要 remote